春卷,小狗又陪着我了,我说这挺热的,你在这儿多热呀,我说你进屋吧,他不进屋,他同意和不同意都有一个表示,他不同意他就吼,他就突然咬我一下,咬我但是他不是跟我斗,不是那种使劲咬我,他牙就碰我一下, 特别乖,他要是同意了,他不吱声了,我就把他抱进去了,你看他这小心脏这孩,这小狗太可爱了,他就是给人温暖快乐,他还不计前嫌,不计仇,不像有的人似的瞎爱自私,我就是最瞎爱最自私的那个 这个刚学的词,这词是生吃不齐,生吃不齐,生吃不齐,生,哦不对,参,参吃不齐,参吃不齐,参吃不齐,参是得念的, 不是S那个字的音,是应该念C,C是那个,再加上EN呢,这个太难念了,真没学过这个,就是长短不齐啊,就是形容一个事物,比方说有的,我这个英语考的太低了, 但是呢,语文呢,也考的一般,但是数学有可能就考特别高,这时候呢,当然哪个也不高啊,就说这意思,举例子说,这就叫,参吃不齐,参,参吃不齐,念参啊,参吃不齐,本来是人生的生啊,参家的参啊, 参,它等于是三个读音的,这个字,参加,参加革命,参加活动,人生,人生也是这个词,这又出来一个,参,参吃不齐,参吃不齐,哈勒鲁亚,哈勒鲁亚, 这个词哈,是宗教的一个词,哈勒鲁亚,歌也有这个,有这个名字的歌,哈勒鲁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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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H-A-R-R-E-R-U-J-A-H,这是英语,但是它也有那个希伯来语的那个写法,和这个不一样,它是两个词了, 它是英语,哈勒鲁亚,它是什么意思,是赞美上帝,赞美神,也是呢,你们要赞美耶和华,也有这意思,也可以翻译成这个,这个呢,是直播,如果要是在网上一看见,R-I-V-E,这是有生命的,这个, 是正在进行的那个,但是在新闻的那个意思里呢,就是直播了,我现在直播了,我就写上这R-I-V-E, Military, military, military是军事的, military, military是军事的,这个是law information, voters for Harris, 这个哈里斯,这个哈里斯啊,这个哈里斯是哈里斯,哈里斯是,他是,他爸他妈,一个是那个,印度人,一个是亚美加人,不是,是,是不是亚美,是那个,就是加勒比海那边的黑人, 所以他是代表着,他,他爸他妈都是,是斯坦福的教授,还是哪儿的教授啊,就是,一个是印度的,一个是那个,加勒比海的,好像是, 呃,他不就是有色,就是那个,不是白人那种吗,但是呢,他自己也是,呃,读了很高的学位, 他曾经在那个,加州是,检察长吧,反正做的,职位挺高的,他也,参加过总统竞选, 但是现在呢,他是这个,这个又,又,又,又被提名为那个,他们那党的那个,提名人了,提名人叫nomini,nomini是提名人,提名人只有一个, 就是,就是,比方说这个党,选出一个人,这就叫提名人,这说的是嘛呢,低的信息,低的信息的量啊,就是,这个, 这个,他的选民的,信息量低,哈里斯的,选民,选民,信息量低,是说这意思。 这个,前些日子还写了一个这个,就是小狗啊,就是心理学家,其实小狗给人真很大的快乐,比方说,谁说男情话, 有的人喜欢说男情话,喜欢指责人啊,叙述一件事的时候,总是从负面的,这个,角度去描述, 这小狗啊,可不是,小狗特乖,小狗呢,是心理学家,他抚慰我们的伤痛,抚慰我们的痛苦,这个,我这也翻译出来, 啊,这实际上这个,这个,S-O-O-T-H-E,是,那个,平滑,也有平滑的意思,在这就翻译我们的那个, 喷呢,喷就是疼痛啊,就是在这翻译成,抚慰,抚慰我们的伤痛, S-O-O-T-H-E,而且小狗呢,他鼓励我们,给我们容器,这个,鼓励,哎呦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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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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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到了吧,这个天线特别热啊,这个一下就长得特别快,这还得怎么得了得了。 这个鼓励啊,和勇气这个词啊,是有联系的。 你看这个勇气哈,是Courage,Courage,C-O-U-R-A-G-E,Courage,Courage。 那鼓励呢,就增加这个鼓励哈,增加这容器,这Courage是容器的意思,容器啊,我们想干嘛事,我们得有激情,我们得有容器。 然后呢,鼓励呢,就增加了这个容器,Encourage us and give us courage,让我们平静不浮躁, 这个是impatious,impatious,是不浮躁,啊,这,这是,这是,这回来还得看看,这个,这个,啊,这是浮躁的意思, 这是浮躁的意思,not impatious,这让我们平静不浮躁,这小狗帮着我们啊, Let us be calm,这是平静的意思,这个是,哎,今天天啊,比较热一点,但是呢,也不,就是,不是特别那个,晴天那种。 狗子可能听见车的声音了。